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巴基 欢迎回到巴基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巴基 避坑排雷防欺诈 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 2021年11月25号周四 每年11月底的最后一周周四 被定为美国的感恩节 那么在过去一年多以来 巴基非常感激贵朋友们 对巴基频道的大力支持和口口相传 也帮助很多之前没有拿到 设计金等等各周补贴的 都悉数拿到了你们的相关补贴和福利 那么另外有很多朋友们 也是没有买到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 经过联系巴基 巴基也是帮助你们买下了 在目前高涨的行情当中 首套房完成了你们人生当中 一个又一个梦想 那么在之前很多朋友们 目前借贷的利率高达4% 甚至5% 通过巴基的帮忙 也是帮助你们降低到2.5%到3% 那么在未来一年 巴基也是非常非常希望各位朋友们 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巴基的频道 可以传播巴基的频道 让更多的朋友们来联系巴基 获得更多更专业的帮助 那么也非常非常感激各位朋友们 在过去一年对巴基大力的支持 那么由于前段时间 巴基确实工作情况非常非常繁重和繁忙 很多朋友们都是赶上年底 买房卖房贷款的非常非常多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 等忙过这一阵 巴基会抽出时间 经常跟大家见面 那么今天借着这样一个感恩节 首先祝各位朋友们 何家幸福安康 那么今天巴基带来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更新 是关于加州劳工部EDD涉业金 从上两周开始 陆续给各位朋友们发送这样一个 领取PUI涉业金的这样一个人群 要求你们进行再次的验证 核实你们2019年到2021年 整个这两年以来的工作经历 跟实际的就业情况 以能够证明是符合联邦的这样一个大流行病 纾困金的领取资格 那么大家一定要目前要认认真真的看待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 你们很可能会被追溯回去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失业金补贴 包括额外的300美元或者是600美元 更有甚者很可能会受到30%的这样的一个总额罚款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巴基今天着重跟大家来分享解读一下 也帮助各位朋友们来进一步的上传各位的相关证明材料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喜欢巴基的朋友 欢迎积极订阅巴基的油管欢迎视频 给巴基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赶紧看一下EDD的劳工部相关推文 EDD推文目前表示到从2021年10月15号左右 已经通过短信电子邮件 这两种方式通知目前各位领取PUI大类型病 是已经补贴的人群 无论你们是在之前2020年已经是被暂停了 或者是你结束了 或者是在今年的9月份被暂停被结束的 都是收到了上述的认证要求 那么到底是这样一个时间点 是放在什么时间呢 目前官网给出了上述解释 如果你们的设计金索赔开始于2020年的12月份 则你们需要提交2019年1月份到2020年12月份的 这段时间内的工作证明文件或者是就业文件 第二个呢 如果你们的设计金索赔目前的申请开始于2021年的2月份 则你们需要提供2020年1月份到2021年2月份 这段时间的工作就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明 如果您的PUI索赔是从2021年1月31号以后开始的 也就是今年1月31号开始申请的PUI索赔并且是通过批准的话 则你们有21天的时间提交相关的就业证明文件 如果你们的PUI索赔是从2021年1月31号之前 那么所提交的并且是通过审核的话呢 那么你们必须是在90天以内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 一个是21天 一个是90天 大家登陆你们的UI安纳的后台都能够看到相关的提示 那么目前官网给出了最详细的可以被接受的就业证明的文件 按照1099self employee这样的一个自雇岗位呢 目前是按照项数的标准 第一个州或者是联邦的一些雇主识别号 目前最熟悉的呢 就是纳税申报号 第二个呢 就是营业执照 也就是license这样一个city或者是州的license 第三个呢 就是你们的个人纳税申报单 也就是text return 第四个呢 你们公司或者是个人的业务往来 或者是给别人开的收据啊 或者是别人给你们开的一些相关的收据 或者是对方公司开给你们的这样一个1099的一些invoice 或者是纳税的报单 另外呢 就是签署一项声明 声明你们自己通过以上的这些信息 能够证明你们自己确实是属于自雇的 而不属于这种是受雇的 而且另外呢 或者是你们提供你们索赔人 也就是你们事业金的索赔人 自己的自雇的商业银行账户的对账单 无论是个人对账单 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对账单 还是公司名下的对账单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么以上呢 这六七项呢 就是属于自雇人士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目前有一些受雇人士领取W2薪水的呢 也被要求提供上述的证明 最基本的呢 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每两周或者是每四周的这样一个pay stop 也就是中文名叫工资单 另外呢 就是收入或者是你们的休假报表 那么第三个呢 也就是你们的每年到年底的公司的W2的一些纳税申报单 会给到你们2019年或者是2020年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如果你们在这之前 你们没有这些自雇的岗位的经理 或者是没有自雇的一些相关的收入证明 聚业证明 你们只是打算开始计划 目前转入到自雇的岗位当中来 那么也是在这之前申请了PUI的类型的涉业金 并且获得批准的话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么按照这样的规定呢 要提供如下几个资料 第一个呢 是你们的business license 也就是跟之前一样 营业执照 目前呢 还有就是州或者是联邦的纳税申报号 那么另外还有书面的商业计划书 或者是你们的rental的rental lease的规模 也就是你们想要开个店 自己当老板 开奶茶店也好 按摩店也好 或者是你们自己要租一个仓库 做生意的话 那么有一些这种租赁合约等等 这些上述的这些条件呢 如果你们能够提供当中的一项 或者是多项都能够帮助你们达成这样的一个 add的再一次的验证 那么可以说目前这次的验证呢 它的条件还是比较宽泛的 基本上呢 大家目前最简单的就是提供你们2019年 或者是2020年这样的一个w2或者是1099 或者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全年的tax return 只要能够有相关的这些纳税申报收入呢 基本上都是可以符合目前的加州劳工部的相关的验证 就不必担心你们会被追缴所有的失业金 或者是相关福利 也不必担心你们会被这样的一个罚款额外的30% 那么目前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应该如何的把这样一个文件提供到劳工部的后台 那么八戒呢给大家几个相关的截图 也是目前的网友啊 在微信里面发给八戒的 八戒在这里分享给各位朋友们 首先第一个呢 大家要登陆你们的eddui的这个后台 如果你们目前后台首页的有这样一个提示 要求你们verify验证你们的就业历史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要点进去以后 他会告诉你们按照上述的标准 你们可以提供哪些文件 w2或者是自雇按照要求提供哪一些 然后你们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提供 你们转到线面的最下方 点击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就点击确定 然后你们就会跳到这样的一个dunk you sign的这样一个页面 dunk you sign这个页面呢 就是会要求你们提供按照你们之前的这样一个领取设计的时间 是2020年的时候申请的呢 就要提供2019年到2020年 那么如果是2021年申请的呢 就是提供2020年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文件 那么点击进去呢 你们按照你们的就业文件的类别 可以选择你有五个文件还是有三个文件 你们在这个下面点击里面有两个文件 如果你是有两年税表 19年和20年 那你就点击两份 然后分别上传 如果你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合同啊 或者是就业历史 或者是对方配给你们薪水的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你们最近这个半年来 或者是最近几个月来的这样一个paystop 这样一个工资单呢 都是可以根据你们的份数 按照相应的数量点击 最多呢 是能够上传五份文件 那么巴西建议大家用相关的pdf的这些工具 把这些文件给他结合在一起 打包成一份或者是脸份 比如说你们2019年一个有五六份 那么就把2019年五六份呢 集合成一个文件 然后上传 然后2020年呢 有个五六份呢 也可以把它集成在一起 点击上传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这样一个超过他的上传文件的数量的限制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要点击第一步 你是有相关的文件证明的 如果你要是没有呢 你在第一步里面点击这样一个no 那么第一步呢 你是有 然后跳到第二步 按照这样一个数量上传文件 那么第三步呢 就要签下你们的名字 包括他是有一个声明 声明我以上 所有的文件都是真实 合法 可信的 也是可以去进行相关核验的 不是私自伪造的 然后签下你们的名字 然后点击一个sumi 这样的话呢 就是当qsus这样一个上传文件 就会自动的完成上传 大概要根据你的网速 根据你的文件的大小 大概要等待一分钟到五分钟不等 然后呢 就会给你们跳转一个页面 告诉你们 同样的会把这样一个页面呢 会发送到你们的电子邮箱里面 告诉你们 你们上传的这个receipt的number编号 你们一定要把它给截图下来 或者是打印下来 这样的话呢 未来如果劳工部的话 它的验证不通过的话 你们可以打电话给客服 或者是写信给加州劳工部进行申诉 你们已经验证过了 什么时候验证呢 都说有相关的这些receipt的number 可以提供查询 那么以上的信息完成以后呢 目前劳工部呢 最起码会经过两到四周的时间 进行相关的审核 审核通过之后呢 你们这个cast呢 就会被关闭掉 你们就不再需要进行二次的验证 你们所有的这些就业经历呢 已经符合了劳工部的相关的资格审核 那么你们过去所领取的失业金呢 包括相关的额外福利呢 可以全额的保留下来 如果不符合的话 那么劳工部就会给你们发送一些相关的文件 要求你们再次提供的这些文件补充材料 或者是直接把你们抵抗案 那么这一步呢 你们就要进入下一面 这样的一个申诉阶段 或者是要面临这样的听证会 那么如果最终听证不通过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被追溯所有的失业金 或者是有相关的额外30%的罚款 好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验证细则 八价榜上方的这些文件图片都截图在上方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就是目前加州劳工部 他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 目前在PUA 如果大家被2021年9月份之前很多的有三个周 五周八周的失业金没有拿到的话 那么目前加州劳工部已经是再次开放了这样一个申诉申请 如果你们之前是符合领取失业金 但是莫名其妙被暂停失业金的话 那么目前只要再次的提供这样一个PUA类别的重新评估 那么目前呢 联邦增加了新的三个原因 以帮助你们来重新解释一下 你们在过去的半年或者过去的一年受到大流行命影响 可以进行提供重新的这样的一个验证 把你们的被停止的失业金可以重新恢复 只要你们按照上述的福利提示呢 上传你们目前被暂停的失业金的整个的历史 之前领取的时间的这样一个记录 包括什么时候被暂停的 包括你们之前的工作的History 那么通过审核认证的 所有被暂停的福利呢 都会被疑似性的打到你们的ADD的账户里面去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最近这两周最为重要的很多朋友们 在咨询八戒的失业金加州劳工部的重新认证 包括重新领取的这些最为关键的内容 八戒分享给各位朋友们 也希望大家可以广而告知 传播给更多的朋友们 那么如果不太明白的学伙伴呢 欢迎在底下评论与评论 或者是加八戒的微信 或者是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上述的这些情况 好 那么以上就今天整个全部内容 那么今天感恩节八戒再次的祝福 各位朋友们何嘉安康幸福 那么八戒呢 未来会非常多的抽时间 跟大家经常来见面 分享八戒的关于这些福利问题 或者是失业金问题 或者是美国的地产贷款等等 相关的这些情况 分享给大家最新的信息 帮助各位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